這樣的懷疑不能夠共同來檢驗 讓馬英九總統把他的國務資料費更透明更公開嗎 現在馬總統的說話是這樣 他已經是主動願意主動刪除新台幣一千萬元了 希望朝野不要再進行不必要的內耗 全力回到天經濟主軸 昨天連聖文也講要拼經濟不然從未該幫幫主 不是說這不是一個事實嗎 怎麼離自己也要拼經濟 所謂的討論跟檢討叫做內耗嗎 為什麼全民要共同繼續檢驗 因為馬總統是有前科了 來看看他當時特別費怎樣被起訴 特別費案偵查中結馬英九被列為被告 為什麼一向以青年自居的馬英九涉嫌貪污 檢察官侯寬任移民國八十九年台北市議員 李欣公布首長長年收入排行榜 當時台北市政府主計處指出 特別費是屬於公款案 就此鎮定馬英九也知道特別費不能落入私人口袋 但是承判檢察官在將近半年的偵查過程 發現馬英九把市長任內八年 每個月十七萬分不需要單據和銷的特別費 分別用在水片費瓦斯費和保險費 還購買三張台北銀行股票 就連女兒馬維中在美國四筆刷卡費也都適用特別費支出 另外馬英九甚至將競選補助款和選舉時民眾的捐款 還有國大薪資用來捐到聯合眷募和存入妻子周美成親的賬戶 經過追查發現這些錢也全部被馬英九報銷特別費使用 警方認為馬英九貪污犯液相當明顯 明知道特別費是屬於公款案 還當作個人收入 因此毫不留情將政壇不沾鍋馬英九 就以貪污罪起訴 特別費確定被起訴 躲了一個下午馬英九終於現身對現諾言 還是會信守我的承諾 辭掉國民黨主席的職位 一生自取清白如今蒙上貪污罪名 馬英九斷然請辭黨主席強忍內心激動委屈 當民主受到如此的重創 當民主受到如此的重創 社會的正義乃以聲張的此刻 應久在此 鄭重的宣告 我要化非奮為力量 一無反顧 參選2008年的總統 大動作證明自己是清白 馬英九祭九會高潮疊起台下機動叫好 自自唸出事先寫好的新聞稿 馬英九一度哽咽 眼眶泛紅強忍男兒淚 誓言自己絕對打不倒 我不會被打倒 我再說一遍 我不會被打倒 反而我產生無限的勇氣 跟兄弟去承擔歷史的使命 為人民尋求希望 與光明的未來 過去七年 台灣人民太苦了 來我請教是這個鄭元大哥 有前一刻的馬英九總統 為什麼 為什麼不公佈所謂的明細 像在過去2007年 2008年一樣 就證明自己的清白 為什麼他這一回不做 第一個 從法律的觀點來看 雖然我不是專家 但是因為沒有被判刑 所以就是沒有前科 第二個 就有關國務集合交費的金額 我們大家回顧一下 在李登輝時代的話 是每一年五千萬的預算 到陳水扁擔任 第一個任期的總統的時候 前半部也都是五千萬的預算 是一直到了什麼時候呢 就到了2006年的左右 因為國務集合費 開始有出現問題的時候 立法院才把它看成三千五百萬 第二年把它變成三千萬 所以是他 陳水扁擔任 第二任期才變成三千萬的 外道馬英九任期 在第一年的時候 是承維陳水扁的預算三千萬 他第二年的話 才變成四千萬 這樣移過來的 所以並不是一開始 馬英九故意把它從三千萬變四千萬 現在是錢怎麼用啊 你聽我講嗎 因為剛才你提過這個問題 有時候有提嗎 第二個我同意一點就是說 這個馬英九的國務集合費的運用 因為我們依現行的規定 有一個叫做 總統府執行國務集合經費作為規定 這個規定是由總統府的秘書長核定 因為送立法院被查的 所以具有法定的一個效率 他裡面講說這個行使這個國務集合會 包括國內外訪市、靠賞、獎駐、慰問、接待、 政理及其他相關費用 換句話說簡單講 這是屬於行政裁量權 如果只要有合法的憑政跟單據 的話通通是可以報銷 那這個合法當然就包括 是所謂公務相關的難度 這個特別提到 所謂的國務集合費有一個大的一個價格 那是他的解釋 是不是目前我們立法院被查過的規定 那因為預算是經過這個 立法院通過就是法定預算 那符合這個規定 那他的運作 不規定要是什麼 憲法上規定 什麼兩岸啊 或者是國防外交才算 那是他的說法 但不是目前的法律的運作 第二個呢 國務集合費的運作 從李登輝時代到陳水扁時代到 都有一些捐助給民間團體的情形會發生 或者說什麼演唱會贊助都有 那這個變成說也是在吸納在這個規定裡面 所以不會說今天白兵兵的演唱會買幾張票啊 或者拿一個提議表演拿幾張票 就是構成所謂犯法 這個太過狹隘也不符合現狀 不過我同意有一點 今天如果總統府有把這個所謂的捐贈的東西的正式的收據啊 因為報紙上是一定要用正式收據的 營運本是不算算數的 不是我們快速的計法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如果說有人把這個正本的收據啊 拿去報稅 對不起犯法 犯法可能哪一條法例我不是很清楚 那因為你報稅的收據也一定要是正本 營運本也是不被接受的 那正本呢只可能有一份 除非那個什麼 那個接受捐贈的單位造假嘛 不然正本不可能兩份嘛 所以這個部分如果有這種情形 那真的就是犯罪 那我要再說啦 回來就是有關於這個國家會必要的公佈啦 那我認為公佈的話 你滿意他現在的回應嗎 應該這樣講 我雖然是第一個 因為我那時候在忙9月一結束 我馬上跳出來要求我說 基於財政尊潔 一個風氣的推動 總統應該率先 自刪他的國務期要費 那記者問我說應該自刪多少 我說至少要回給他原裝的三千萬 所以從四千萬減成三千萬 所以他減了我覺得他是回應名義 一個做法 我覺得這一點給他肯定 而且從我講到現在 也不過一個多年 那你要不要再呼籲他公佈明細 那我覺得明細我認為是可以不公佈 但是我有幾個要保留 第一個想想想 陳水扁案子在審查國務期要費的時候 包括陳水扁 包括法院製造所的情形 有相當大一部分的國務期 要到現在也不公佈 因為被列為機密 當然 當然 因為這裡面可能是 可能是涉及到國外來的人士 也涉及到一些軍事問題 或涉及到一些比較特殊的 到現在法院也都列為機密 那有一些不是機密的部分 跟民間動作的部分 我認為也是可以 這四項哪一個是機密 哪一個 視察 靠賞 運作困難的公益社福 教育藝文各界的弱勢 同一個個人 運工訓職 軍警工教 這四個 包山包海 哪一個是涉及國家經濟 哪一個不能公佈的 因為你靠賞看對象 潰證看對象 潰證看對象 如果靠賞是軍方 某些什麼演習什麼東西 你不能講那麼白 那如果是所謂這個 潰證 潰證國外人士 或者國外的某些人有沒有 就可能這方面 還是要保持機密 那我先講說 捐證社福團體這方面 如果說不引起社福團體困擾的話 可以學習我們現在的起訴書 或者或者法院文件裡面 圈圈圈圈圈圈 哪個單位 我捐證多少 哪個單位 那如果立法院不滿 立法院可以文件調查為小組 那這個審計部 審計部是什麼 什麼帳筆都可以查 審計部查 但不受機密的限制 那什麼帳筆都可以查 那所以有幾個管道可以來處理 甚至你說我質疑 都涉及到敏感或國家機密的 應該要公佈明細 你也建議應該這樣 我同意 我贊成而已 而且鼓勵跟支持 但是我們不能說 我一直質疑你竟有什麼問題 那倒不一定能夠在那裡解釋 沒有 你要公佈 不才能夠證明清算 沒有 還有人可以說 我太誇張了 真簡單嘛 百分五十二萬塊 你報告你公佈就好了 我不要再找你出了 你機密好不好 不要公佈 快證什麼什麼都不要好不好 買信票都算你機密好不好 你不是監管百分之五十二嗎 對 我們要看你到底五十二 他用在社服弱勢的 對 那種不是機密吧 那應該不是 因為我們要看你 你是管什麼人 你是用什麼名字去管 是中東武官 還是我媽英九的高零官 有人媽媽英九的高零官 我說你第一句媽英九 他不是無名調的 他一個錯誤的觀念 老大小金說他有檢科 蔡議員跟你說 那是發音他拍過 叫檢科 所謂檢科是什麼 我們該歲的觀眾聽 憲法會四百幾億 你自己的認知 我沒有想像你認知出問題了 不夠 人家發瓜跟你拍過 一心二心都跟你拍 你還不讓 香港大發瓜行進行改選 大發瓜也說 你台北市政府來拍 那些都是發不下 發瓜普法官 你不肯遵守 你不肯遵守 有這種市長 有這種總統嗎 我們今天要看 錢科你叫做錢科 沒有啦 不是說我發聲叫做錢科 我跟你講 憲法會連高雄市人也沒教 你說啦 你高雄市民把大英國也抓去啦 沒關係啦 你說你說 你一個總統 高雄市有利益藏在幾乎 你一個總統 高雄市有利益藏在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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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法理嗎 這不是你中東說白施法嗎 你還有人施法說 你台北市有利益藏在幾乎 說你的認知不能夠 我好奇怪 我發現 我發現他說 你台北市有利益藏在幾乎 你說我台北市有利益藏在幾乎 跟這個特別會 跟這個國務教不是一樣嗎 你認知這是共犯 不可以去共犯的歐 你又拿去做 所以 他認為這是對的 我們如果說你這個不對 他不然就出來跟你講 說我台一千萬 其實台一千萬跟 我們在追究的共犯是兩件事 來 琴瑪 其實大家記事都不說太好 跟郭董大哥跟蔡尾 都稍微忘記了 國務教會 馬英九 我沒有忘記 你也記事都不好了 國務教會 馬英九 總統解密 你現在怎麼還有臉 叫這個 這個說這個是機密呢 我不是說說你 因為我那天問 這個 這個總統府民事長熊光 我告訴你明細給我看 他說這個是機密 你機密唯有 這不是說解密 所以你要看到 國務計要被 你除非政黨輪替 換民進黨執政 你才看得到 國務計要的明細 所以他調出來 大家看清楚嘛 對不對 你 這個其實我們也 不是在真正直說 馬總統 你國務計要怎麼畫 是說你自己 在09年 你答應 這個所謂 接見國際透明組織的時候 你自己說你每週 要上網 廣告國務計要的明細 你自己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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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週要公布明細 你不排除 每週上網 公布國務計要的明細 是你自己講的 你自己說的 現在有人在 特地明細 你怎麼說 國務計要的 這什麼機密 不能公布 這個哪有什麼 機密不機密 什麼叫做機密 按照國家機密保法 由首長核定的 這個才是機密 這都不核定 這才是機密 你不知道 這是正式核定 說這是機密 比較不會說 叫王丹民運人士 有一些 那你總統 你就核定那些啊 你就把它核定是機密 那其實這個 我們認為說 這個沒有問題 你只要是 支持住民運人士 好 你核定這些機密 就沒有辦法 這個大家 國會就沒有辦法 調閱嗎 你按照我們立法院 所謂的秘密會議 相關議事程序 也可以調啊 所以你除非你核定是 按照國家機密保法 核定的機密以外 你就要公布嘛 那立法院 為了審查這些機密的預算 那也可以召開秘密會議 來審查 這個當然國會議員 就有保密的這個 這個義務嘛 所以 我覺得坦白說 這是馬總統 你自己講的話 你自己自己打嘴巴 自己做不到 還可以說得到 說得到 說得到 那一千萬 捐一千萬 這個蔡委員當然 有講一千萬 我們主張擔兩千萬 早就講過很多次 國務機要加費特別費 要刪一千萬 連國民黨的黨邊 他們的黨團會議裡面 都要求說特別費 國務機要要刪 所以這個怎麼會有 什麼內耗對立的問題呢 是不是 對不對 這個怎麼會有 內耗對立的問題 大家 國民黨 民進黨 全民 大家都說馬總統 你要把你的國務機要 明記講清楚 那你要把你的 這個 這個 為什麼 不能討論 不能檢驗 他不公布 為什麼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問題 小軍問題 這個就是問題 你到底這些錢 是花到哪裡 你有沒有說 你把國務機要的捐款 的收據 拿去報告你綜合所得稅 這個就涉及到 逃落稅的問題 那你假如是用你個人的 民意捐贈 那這個就涉及到 貪污自罪條例裡面 對這個包括侵占 或者是貪污自罪條例裡面 規定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刑者 所以大家在質疑馬總統 我現在已經不是在講說 明細的問題 大家在質疑是說 馬總統你有沒有清廉 你不只說沒有兌現你的承諾 那你到底有沒有清廉 我之前 這個問熊光華 副秘書長 這個是我們立法院 100年的決算報告書裡面 4千萬 大家看 最後剩下多少錢 1萬0507元 執行盈利百分之99.7% 那我最後問說 那你這些錢到底是哪裡去的啊 他就如列了 執行的這麼側 對他就如列了一些 他的相關的這個 這個捐贈啊 或者是說 這個 訪市 靠賞 獎助 慰問 接待 匯證 其他等等 這個 花了剩下就剩下1萬塊 9萬塊 這個部分 所以 你這個到底 你的錢到底是花到哪裡 他說今天都出來講說要捐公益 我請問各位大家其實都忘記了 2006年他特別被世界報告發的時候 你知道他捐了6800萬左右 其中捐公益的款項有多少錢你知道嗎 5800多萬 所以他5800多萬裡面有4800萬左右 他是捐給他的基金會喔 敦拉安跟新台灣的基金會喔 所以捐給他的基金會 在馬總統的認知裡面 這個是公益喔 所以我們就要很懷疑啦 你的國務基金要費裡面 你有沒有捐給你自己的基金會啊 你有沒有捐給說 相關的國民黨這些黨政要員所屬的基金會有沒有 對不對 那這樣公不公平 合不不合理 這個你必須接受檢驗嘛 所以大家才 國會他在行使預算上監督權力的時候 我們認為說你的預算 你要一項一項的公佈清楚 兌現你當時在2009年 你所做的承諾嘛 對不對 那第二個 其實你怎麼這些錢怎麼用 所以我說他有錢科啊 對啊 我們現在懷疑你 特別費是怎樣用 對啊 那你國務基金要費呢 這些錢怎麼用 是不是有不當的地方 沒有違法 但是不當的地方 譬如說他請連戰餐吃飯 這個合不合適啊 大家苦哈哈 你不是請弱勢團體 每次你看他的公佈 他說他要捐助弱勢團體 這錢不是這樣欠 只要你拿去請黨政要員 黨政運作經費 有沒有這筆 有沒有這筆 黨政聯繫 黨政運作 你有沒有濫發獎金 你的獎金有沒有要濫發 發了獎金 譬如說發給這個蔡政委委員 100萬 蔡政委委員要去報稅 這都涉及到逃落稅的一個問題啊 所以我們現在要檢驗的是說 中間一下啊 對 沒有我知道啦 這個你也不可能 他也不可能那麼垂愛你啦 也沒有關愛的一點 我們現在問的問題是說 那馬總統你的錢有沒有濫用 你的國務基金要費 你到底是怎麼花 是不是涉及到違法的這個部分 那請馬總統出來講清楚嘛 你不是說隨便出來講說 他有捐啊 哪一位委員又算錯 我跟各位報告 我從來沒有算錯 他的計算基礎 所以馬總統 你只要要證明你的清白 你就把你的資料拿出來 你捐了多少錢 用你的薪水 你捐了多少錢 你就講清楚 你不要每次大家問你說 你有沒有捐薪水 你就叫陳充 或者是你的發案出來講 有啦我捐款超過7500萬 國務基要費怎麼樣 把國務基要費跟他的薪資 把他扯在一起 這個沒有 大家沒有搞混 搞混這些議題 這是馬總統自己 故意 沒有捐薪水 他故意用國務基要費 來混淆說他國務基要費有捐 但其實問題的焦點很簡單 馬總統你有沒有對線 你競選承諾 你有沒有捐薪水一半 這個才是問題嘛 因為台灣這三個後 發生最多的事情 可是呢 我們國家發生 不管是在政經情勢 這麼嚴重的考驗 我很少看到馬英九總統 透過了總統府 國民黨 行政院的發言人 通通都出來講 可是唯獨 好像圍擊他的政權 丐幫說 還是說 這個國務基要費 可能有違法的問題 結果呢 所以馬家軍都都造出來 為什麼 馬總統到底在怕什麼 等一下回來 我們讓你看看 這是高等法院檢察署 這個網站 觀眾朋友你可以去看 因為這個網站 還詳細記載什麼 這個標題叫做 前台北市長馬英九 特別費案的起訴書 好你可以看一下 這是有一點小 起訴書 裡頭有他 當時特別費當中 請領的項目 內衣 大安分內衣 就在裡面 燒本油條有沒有在裡面 特別費除罪化了 能不能除罪化這個案子 他卸任之後 就要啟動調查 你覺得人民現在懷疑他嗎 沒有道理嗎 馬上再回來